然后再来呢 这个是资料夹 就是你现在这个是可以做你的教学的讲义 那所以你的教材如果做好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去做存档 或者是跟人家交换档案 或者开人家的档案 都在这边做处理 或者是下载成PDF 然后列印之类的 所以这是档案相关的功能 那这一个呢 百宝箱里面很多好功能 我待会一起讲 这个先跳过 那这个是置录浏览器 就是在你的黑板里面打开浏览器 然后去做搜寻 那这个使用上跟 我们一般的浏览器使用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这个我就跳过 那这一个功能蛮重要的 这个叫做无线画布 那也就是说 我先切换到第一页 这是你原来的黑板 那你原来黑板如果你觉得很小不够写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移动 那所以我可以用这一只手就可以去移动画黑板的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往上下左右都可以移动 你的黑板很大对不对 没错 你的黑板真的很大 所以它叫做无线画布 那你也可以按住你的滑鼠的滚轮往后缩 有没有 它可以缩小 往前滚就放大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黑板其实是很大一片 很大一片很大一片可以用 所以你有时候我们在教学上 我们会偷偷把那个解答藏在旁边 然后呢 等小朋友在这边写完之后 我再把解答 我把那个黑板拉上去 或者是我把解答拉下来 就可以去对答案 这个叫无线画布 好 那这个是选取功能 就是我们刚刚在平常的操作里面 我一般来讲我用笔去写的时候 那我如果想要去选到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里面有一张图 或者有一个什么物件 你看现在是笔的状态就不能直接选 所以我就要点选这个选取工具 它就可以把它选起来做处理 选起来做处理 做移动 做复制 放大缩小 去背景 去背 然后有一些设定一些动画等等 所以这是选取工具 再来这个画笔工具 然后这个橡皮擦 然后这个是画一些常用的基本图形 你点一下它会有三角形 圆形正方形 那你再点一下 它会进入比较进阶的功能 所以这个是平面图 平面图 这个是立体图 然后这个是坐标跟箭头 那这个是表格 所以它有这几种常用的东西可以去使用 好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然后这个是文字 那文字的部分呢 你点一下T的时候 你是在上面可以直接输入 那这个跟那个Word的操纵是一样的 你可以换字形变大小 但是如果你再按一下T 它会变成A 那变成A就是可以手写辨识 手写辨识 比如说我写写一个英文的A对不对 写一个B 然后呢 它 所以你的手写 你在这边写了之后呢 你要多按一下这个 它才会帮你做辨识 变成印刷体 电脑的文字这样 所以那个数字 英文数字应该一般的都可以 中文我记得应该是不行 那我们用华书写字也会 中文可以 中文可以 那恭喜各位 但是我们用华书写会很丑 所以一般我们会用手写笔写 它会辨识率比较高 辨识率比较高 所以 这功能还不错 它可以变成那个印刷体 那所以这是它的 这是回复 就是刚做什么动作 它可以回复上一次 然后 就是往前走 这个是它里面的常用功能 大概有这些功能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 还有那个 刚刚画笔里面有一个AI笔 我会再进阶做说明 针对前面这个部分 不晓得各位老师 有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它这一个软体里面 本身它有提供计时器 那你的Windows本身 也有计时器 所以 你也可以使用Windows本身的计时器 去就是跟学生在互动的时候 控制时间